哈喽,一芬老师你好 你好,我们电台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们都对大家好 好,我们来介绍老师你的新书,这个为你主持,然后是三明王要出版 老师,你先把你个人的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我是念外文系出身的,那一路就念到博士研究 不过我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在进北一大念另外一个学位 是关于文化资产,这本书其实是基于我的博士论文,然后重新改编,然后出版 其实它的背景,基本上我是个很贪吃的人 但是我又遗传了母亲这边的严重糖尿病,那需要去打胰岛素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我必须要天天注意自己的饮食,生活起居 然后如果有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非常辛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些 然后遗传是一种生理遗传,但是煮东西啊,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所以从这个个人开始,我就一直写到了国家了 那就是这本书的整个,关于我自己,还有这本书的背景 所以老师讲说,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的先天限制,让你这个不得不自己动手煮 对啊,其实我妈妈没有让我煮东西耶 她从来不教我煮东西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只要会读书就好了 就连女孩子都是,都会教你说,哎呀,那个成绩考得好 然后这个学校上得了好学校 以后就是一个很会,你说赚钱也好啦,社会地位高 那这些东西,他们把这个煮饭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不入流 或者是说不受人重视的 但是我发现不可以这样 就在这个生病之后 然后我做了研究之后,我就发现,哎呀,这样子不好 比如说,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会煮东西的人,很占便宜哦 是不是,所以你又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照顾家人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开头啦 哦,所以这样讲,你的妈妈过去传统就是把这个煮饭的事情扛起来了 希望你们专心读书啊 她是小学老师,如果你从我的书中,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她其实的蜡烛好多头烧,那个时代战后女性 但是他们并没有专注在把它煮得多好吃啊 它是迅速确实的那一种 所以呢,就是把这个材料准备得很好 去菜市场总是说,哎,最好的准备给我 然后回家呢,就30分钟之内就一桌菜了 然后给所有的小孩子吃完 然后呢,做功课,上床睡觉 然后就继续去洗衣服 所以应该完全就是由她来处理啦 那接下来请老师把你这个书的这个章节 我们先来讲一下,五个部分吧 嗯,其实大家都会忽略一个副标题 就是我们的女时文化 其实我在第一章当中有去提到 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女时 这个是一个创词,创造出来的词汇 然后,这个可能大家都很狐疑啊 说,哎,女时是什么 有女时,那有男时吗 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女时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就说了 其实她在,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她 然后她在哪里啊 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精蕴产乳就是说 嗯,月经啊 然后痰就是生产啊 然后哺乳啊 这个,精蕴产乳都是跟女时相关的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接下来就没有了 大家就不注意了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文化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传统文化里头 女生的身体最重要就是 生儿育女 如果你停经了 其实 从古时候到现在 很多 连妇科啦 妇产科都会说 啊,你如果没有要继续生产了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 多照顾她了 然后很多女性也会觉得说 啊,那我就这样啊 很好啊 呃,没有月经 我也很干净 所谓的干净 然后我也不会这么麻烦了 可是呢 没有再去用这个饮食去照顾的时候 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其实就是 骨子疏松 然后肌肉消失 这等等都会发生 然后甚至是有 这个 高血压 高血脂都会跟着来 这个都是女时文化当中 没有被顾忌到的 那传统上有女时 我们现在也应该有当代女时 那我说过去的女时是怎样 就我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好像都有女人来负责 男性君子愿刨除嘛 那为什么 这个是我在第二章当中问的问题 然后从这个复得复工 我们的这个搬招搬出来 开始说起 然后再到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用当代的观念 重新看待女时文化 让它让这个女时文化的传承 可以继续 那让它可以更 更好 不要断掉 我不是说女时不好 我其实强调的是 女时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要有改变 不要让她总是逼着女人下厨房 说是用逼的 还是说你理所当然应该下厨房 或者是说你应该就理所当然吃这个 因为很多人已经不吃四五汤了 如果就我所知 我的访谈你也发现 那又不好吃啊 还有我又没有要生孩子 为什么吃等等之类的 都有这种种理由 那么在第二章当中 我就去探讨说 这个社会 我们女时在社会当中的位置 那女时当中的社会位置 其实就包含了 谁在煮 谁在吃 吃什么 为什么吃这个 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健康的 谁在定义这个是健康的 那就会回到 除了社会之外 我们会回到这个 汉衣 汉衣告诉你 这个是好的 那为什么汉衣这样说 那都跟我们的文化相关 那就是我前面说的 生儿育女最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女人嘛 在家生儿育女最重要 那接下来 我会再提到说 访谈一些人 也就是我的女时故事的部分 我们的女时故事 那这些人当中 我是按照年代排的 那193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我把它分成说 这个女时 其实有知识层面 跟技术层面 那知识当然是我刚刚说的 那些知识 那技术层面就是什么呢 你会不会煮 你会不会做 把这个知识运用出来 我发现了 我就是断代 我不会了 我是后来因为生病的关系 我去做研究 我去这样子生活之后 我发现说 应该要推广 不能让它断 然后我发现 我的下一代 我的学生辈 他们没知识 也没技术 不过 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 叫做什么 怀旧风 所以呢 就让它回来了 但也不那么 不那么完整 所以我觉得其实啊 这个在台湾应该 由政府文化单位 开始推广 那推广的方式是什么 这个就用到我在博士论文 这边的专场 就是我第二次念博士的专场 就是 无形文化资产 那这是跟世界 无形文化资产挂在一起 也就是 我不晓得您知不知道 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 知不知道说 联合国 文教组织这边 有让很多国家的 这个饮食 列上文化资产 遗产 重要资产 留下来 比如说 我们旁边的日本 还有韩国泡菜 日本和食泡菜 还有这个法国美食大餐 这些通通都是 那我们台湾其实很 很吃味 你知道 但是他就说 我们台湾小吃这么好吃啊 我们的牛肉面那么棒 为什么我们都上不去 其实是因为策略错误 策略什么错误 我们在争不同 我提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看法 就是 我们不要去说 我家牛肉面比较好 我家的肉粽 北粽跟南粽要怎么分 我们应该推动的是 肉粽 比如说 就说我要推肉粽 你不要推南粽或北粽 那个会出问题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要融合 而不是要分别 那最后当然就是 走向这个政策推广 跟如何让我们 用女时的方式 踏上国际舞台 所以 从头到尾啊 我会说 我们儒家思想 不是有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吗 那我这本书啊 我要说的是 养生 顾家 然后 建国 健康的健 享受天下 还有 分享天下 也就是 想天下 那 我把这本书 很快的讲完了 这本书 其实有部分的内容 是源自于 你的一些访谈记录 对不对 对 然后访了22个人 那你大概的问题 有哪一些啊 其实 你说访谈 大家都会说 访谈 天野 但是我那个标题 是聊天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 其实 我的身边的朋友们 已经耳闻 或看过 或来过我家 吃过东西 所以他们 会觉得说 哎呀 怎么可以让你访谈 吃东西 我只要麦克风 拿过去 每个人都不理我 所以呢 我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到我家 我们煮顿饭 聊聊天嘛 这样才有人理我 或者是 在这个 电梯里头 你有没有发现在菜市场啊 大家都会聊天 你是怎么煮啊 你都会讲 但是你说正式访谈 就没有人要理了 所以其实 我这里是聊天 所以 那些题目在我心里头 然后 一开始的聊天 可能就是 哎 你觉得 养生是什么 你会不会吃一些药膳啊 药补啊 你觉得食补跟药补 有什么差别 像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我就发现说 嗯 好像 每一个年代 看法不同 所以我就开始 拓展那个年代 然后拓展年代之后 虽然 好像 问题是一样 我就会问说 比如说 1930年代的 奶奶们 我会问说 你当时环境怎么样 你的食补 你的药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几乎全部都是 这个厨房就是药房 那为什么 因为环境太差 所以他们的那个知识 跟技术 真的是 很棒很棒 然后可以 就是 旁边 一朵花 都是他的药 然后 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很可惜 但是他就说 我当时从那个 中国那边过来 大陆那边过来的时候 记得什么 不记得什么 然后以前 妈妈给他吃什么 或者是给姐姐吃什么 他没有吃到等等的 还有他们 来到台湾之后 怎么跟这个 眷称里头的 那个隔壁 邻居 一起分享 什么样的菜色 那这个都是 我后来发现说 问的东西不能 访谈的问题 内容不能一样 应该因人而已 甚至 不同的年代 要改变 然后接着是 我发现 不仅如此 我还要让母女 一起出现 母女党 因为妈妈说的是 一回事 可是她女儿 并不这样 对 接下来是 我觉得 同一个年代 要有 两个朋友 一起来 这样也不错 你会听到 同一个年代的人 然后 不同的看法 或相同的看法 那就可以 比较出差异 接下来是 群体 这个也很好玩 群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好像 在说的时候 有些人 理所当然在说什么 有一种 民主压力 就是大部分人在说什么 然后 这个 某一个人 就会 小小声 比如说 她 她是不煮东西的 那她不会 但是呢 其他人都在讲什么 其他人 我记得那一次 好多人在那边说 我妈妈 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他们这样讲话 就是 我妈妈就是比较自私 我们家做菜 都是我爸爸在做 然后这个时候 不做菜的那一位 年轻的 他就说 可是 我先生 就她做啊 然后我婆婆也没说什么 她就很小声 但是 你说她 有问题吗 她当然没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那 从这个访谈当中 团体访谈当中 你会得到一个 很好玩的观察 就是 大家认为 女性做菜是 应该的 所以她们认为 妈妈做菜是应该的 然后爸爸在 爸爸做菜 然后妈妈就是自私的 很有趣哦 她们还很年轻哦 她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那 居然还这样子想 我就觉得 嗯 非常有趣 相当相当好玩 所以你说 有没有固定的访谈 访刚问题 其实有啦 但比如说 你月子怎么做 都有 从1930的 1950的 1960 1970年 她们月子怎么做 我都问了 但是 回答出来 或者说 接下来要问的 也都不一样 所以 你说 真的有什么固定的访刚 说实在的 没有 所以她就是用一种 很轻松吃饭 聊天的一个形式 然后你把问题 很巧妙的置入聊天中 对 而且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前面 做了一些文献探讨 就是 我发现说 自古以来 我们女性 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要去煮东西 然后或者是说 有一些西方文献 是怎么样 我就把它放进来 我就当我听到说 他们在有一些 反应的时候 我就把我那些 文献探讨的结论 或者说小小的看法 我就拿出来 问他们说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文献当中 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你觉得如何 像这样子的问题 也是忽然间 抛出来的 这个也非常好玩 就是一个互动 老师最后讲后继 你为什么用玉山的油画 来做ending 因为我另外一半 你应该看得出来 我就是一个同志 那书里头 我有写 我的另一半 它的名字里头 有玉字边 两个玉字边 所以呢 就玉山就出现了 那那幅画是完成在我们同志 这个运动之后 有个很重要的同婚过关嘛 那我就画了那幅画 然后用玉山来代表 它在那边 然后前面的这个花 就是我们玉山上面的这个 高山杜鹃 我把我把 摆在那里跟它辉映 然后整个天空啊 就是一个 非常清澈 然后宽广的天空 那我希望表达出 我们台湾的上空啊 有越来越广阔包容的心 然后让不止我们这种 不同 应该就是说 在性别认同上 跟大家有差异的人 可以被接受 其实我觉得 女史故事还要更包容 谁 我们的新住民要进来 然后当然 我们的原住民也要进来 我这个论文没有写完 因为我没有时间 去做原住民的 饮食 我没有时间 我也没有人脉 去做新住民的 这个饮食 可是事实上 论文写完之后 我有开始啦 就是到处去这个探访 然后也是 后头聊天的方式 但我发现其实 没有差多远 差不多 就是这样 那 但是 要不要继续写 我当然希望 就是这个后继 是一个 对我自己的期许 也是对大家的交代 想说 嗯 我没有序嘛 我没有自序 你应该看得出来 前面的序都是推荐序 都是 很重要的 老师们的推荐序 那 我在后继里头 交代了 为什么 然后 应该不是为什么 就是说 我即将要继续的是什么 还会继续就对 希望有机会 谢谢老师 为我们介绍你新书 为你主持 三密书局出版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